本期话题 木槿花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木槿花的功效和作用 木槿花它是经常见到的一种花 它是一种中药 平时它主要就是亲热 逆湿 粮水 解毒 杀虫等作用 亲热就是它就有亲热解毒作用 一般对于外用的 比如说疮痒 皮肤溃痒 这些用的比较多 还有另外它就有逆湿作用 逆湿也可以就是内服 那么就是小病皮 平时说 或者特别是对于湿热腹泻这种 也可以达到逆湿 止蟹 健脾的作用 另外它还有外用的时候 它比如说手脸 脸疮 止痒 对皮肤疮痒 疼痛 这些都可以应用 特别是皮肤病可以用木槿花 那么也可以泡水 但是木槿花呢 它其实它的一些根皮都可以用药 这个植物呢 其实它的根皮用的也更多一点 比如说木槿皮啊 也可以就是外用 比如说手脸 蜜痒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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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都有虚寒性腹泻 那么我们就不用木槿花 避免加重腹泻 或症状加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蜜 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